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开始讲 第一个我们了解中国小吃的历史及现在的发展 作为小吃制作工艺 在现在来讲它是作为一名课程在进行 它是一个技术性墙 也就是说它强调操作的技术 那么现在的发展它讲究有一个艺术性 它的艺术要比较高 那么作为中国各个省市都对小吃进行培育和发展 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在培育和发展 我们先了解它的历史 那么现在有文字记载的 第一个是在宋诞 中国的宋诞 那么有《宗会录》 那么其中记录了有天使 这个《宗会录》 那么现在就是印制出来的书 这就叫《古节》 实际上它这个资料是通过传统的记载 了解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在元旦 吴明氏它的居家必用势力全集 我们也下载了一个图片 大家看 这个也是在图书馆 它也能够长大 另外在明清时期 那么中国就进入一个发展的时期 我们的工人技术 对它很大的一个发展 那么在清查这个 原本就写了一个随缘时代 有一个随缘时代 这个地方讲的是乾隆 乾隆时期 那么在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阶段 那么作为小吃 它是作为我们人类的一个主食 在中国它是主食类的 所以说它首先在简决温暴的技术上 慢慢地所以说发展 要解决它的一个技术性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艺术性问题 所以说到现在 中国发展到各个省市或者区 都有自己的名堂小吃 所以说中国现在在各个地方 它都在拍摄这个社交上的中国 社交上的我们地方 做它的一个特色宣传 特色宣传 所以它这个作为我们通人文化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很大的一个部分 这是它的一个历史 那么我们得了解 这个小吃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讲 刚才我们讲的历史方面 因为说传统的厨师 还要做小吃 还要做菜 那么随着现在驻步的发展 那么小吃 小吃和这个 它都分开 而现在的发展 小吃里面再分开 比如机械化制作的 或是我们现在厨师手工制作的 当然有很多被机械化所取代 当然有很多品种 被工业化的所取代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去掌握它 第一个大的概念 就是它的小吃概念 它是以比 买 豆 薯 等为原料 通过加于辅量 有肉品 就是动物性的 淡奶 蔬果 有蔬菜 水果 调味品 将来作为辅量 还有调味品就是调料 那么通过自配 包馅 成型 熟制 这样制成了一个食品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都配了一点图片 我们后期还要讲 那么这个是汤圆 是吧 这个是春卷 它都有 这是我们后期也讲 那么这个配的图呢 就是现代发展的一个概念 现代小吃的发展 你看这个它就是用 柔树面团做的是一个蘑菇 做的蘑菇 这个呢 它说是在比赛当中在使用 那么对于这个概念 我们要区分是什么 我们明白它的概念是 米 麦 豆 薯 蛋 那么主要是这个地方 是植物性原料 植物性的 为主量 植物性为主量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区分的是什么呢 米 米呢有米 米 要米粉 以及米的加工制品 比如说米线 那么麦呢 麦呢 麦呢就有 有多种 我们 刘老师跟他讲 原料学的时候 麦呢有多种 那么我们一般中国吃的是小麦 小麦 那么小麦呢 就磨成面粉 磨成面粉 磨成面粉 现在科技的发展呢 那么把它 高筋粉 中筋粉 低筋粉 还有呢 现在更精细化的就是 什么面粉呢 就做蛋糕粉 他就 单独的制作 比如做包子的 他讲 自发的 自发的 豆类 有土豆 薯类 红薯 这一类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我们讲 这一类它就是含 淀粉 比较多 含水量相对比较低 这一类 才能够做主料 主要是这一类 那么通过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通过我们这么讲 那么在中国 中国的南方 主要是 以笔为主食 也就是以笔 做了很多想吃 那么白方呢 是以面粉为主 作为主食 它做了很多品种 那么对于特殊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土豆 那么在我们这个 我们四川的这个 梁山 阿巴地区 藏族地区 吃土豆的也比较多了 红薯 是吧 那么实际上这个 它不同的区域啊 它都会以它们为主食 这样呢 为主食啊 是为人类所生存所必须的 所以说它制作的品种呢 它比较多 但它主要的目的呢 是解决温饱 好 我们讲第二 第三个 小吃的分类 那么小吃有很多 中国发展的 有很多小吃品种 那么我们来讲它的分类呢 是便于以后我们在学习当中 不就是说在以后在品尝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更深的 第一个 是麦内面粉的制品 麦内面粉制品 那么我们吃的包子 饭头 这种 米类和米粉 米类 我们吃羊粥炒饭 或者吃的粥 我们喝的粥 那么 米粉 米粉 汤圆粉 做汤圆粉 这是一种 还有我们 叶尔巴 它也是这种 那么另外呢 米类 制品呢 比如说做米线 云南有耳款 它都可以 另外是杂粮和淀粉的 杂粮比如说我们后面 要了解 玉米面 豆面 土豆 红薯 南瓜 它都可以 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 就是按原料来进行分类 另外按照它 加热 智书的方法 来进行分类 那么在我们后期学习当中 对每一个方法 也要讲 那么 主要有 主制类的 真制类的 杂质类的 结 虹 卡 螺 差 那么其他还有更多的方法 就是这个品种它做好以后 是用哪一种加热方法把它制熟 这样便于我们人类所使用 那么在这个每个方法在以后的学习当中呢 是对每一个方法我们要具体的去掌握它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 烤 烤呢 就是烤箱 烤箱要对它的温度 要掌握好 还有时间 要掌握好 这是我们要做的 当然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性 就是电的安全 操作的安全 这也是我以后学习当中来讲的 所以说这一类方法也做 另外呢是按照这个原成品的形态 包成什么形态 来进行分论 比如说做的是糕 我们糕简单讲叫做蛋糕 是吧 蛋糕 那就是糕类 饼 土豆饼 饼类 团 我们汤圆 汤团 饺子类型 饺子类型 饺子类型是让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发展 它的形态是各式各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陕西的西安 它就开发出脚子叶 不同的脚子 有不同的下耳性 不同的造型 做脚子叶 做 种子类 种子类 混沌 混沌 这个是白方的一个题 我们四川提超手 在我们整个那个展示当中呢 它有一个超手 另外烧板 还有汤团 这是按照它的一个形态 那么按按线心来进行分类 那么线心分类来讲 那么我们在这个川蝶小吃里面 在我们这个小吃里面呢 它分类它相对比较简洁一点 比较简洁一点 用树馅 就是用植物性原料做的相形 比如我们用野生菌类 豆腐类 韭菜类 就叫树馅 就是只有植物性原料 那么另外呢就是用动物性原料 那么动物性原料呢 我们中国呢它就叫荤馅 荤馅 荤呢就是动物性原料 比如猪肉 牛肉 羊肉 鱼 虾等等 它就是动物性 这个呢它做下去 那么在另外呢就还有 有动物性的 有植物性的 叫荤树馅 那么荤树馅 在我们这个小吃里面 可以说占到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很大的一个比例 因为我们做小吃啊 要考虑它的成本 动物性原料呢可能成本比较高 我们加植物性原料呢 它的成本来就比较低 在成本的控制 但也要考虑它口味的标准 所以荤树馅在总的来讲呢 在我们整个小吃它们 在那比例很大 这是这一点 它的分类 另外就是口味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得了解 那么作为我们小吃来讲 它也讲究卫形 讲究卫形 但是呢它没有我们菜肴的卫形 分得更细 它简单的就分为四大类 第一个叫本味 本味呢就是这个 本原料本身的味 本味 比如说鸡汤 鸡汤它本身就有味了 就这个概念 甜味就是在这个 详细里面或者是面台里面 也要加入这个白糖 蜂蜜 鸡汤 等等 甜味的这种 天然的调料 那么这个品种呢就是甜味的 另外是鲜味 那么在鲜味这个概念 从字面上去讲 那么是加盐的 叫鲜味 那实际上我们在现实当中 我们要讲 那么有很多不仅仅是加盐 还加味精 是吧 在中国的味精 鸡精 也会做福教本 酱 它都可能酱 只是这个鲜味和后面来讲 它相对于 以盐为主 鲜味为福 另外是复活味 那么复活味这个概念 就是接种我们菜肴的调味 菜肴的调味 那么在菜肴的调味当中 那么我们如何来掌握这个味性 调这个酸辣味的 比如酸辣本 调酸辣本 那就是酸辣味的 那么这个酸辣味调制呢 它也存在我们不同的地方 它对这个酸辣味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当地 就是食客 或者说客人 它喜好的味是什么 复活的 那么现在对于发展来讲呢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是 草面类啊 或者说其他的 相似性的调味啊 再加上这种 其他的调味啊 做我们的川菜呢 只能加一点豆瓣 或者加点辣椒 或者加花椒 这样它的味道 就更豐厚一点 所以说叫复活的 这是按照它的一个分类 那么具体的我们看这个 这个它也是一个分类方式 原料刚刚们讲了 数字方法讲了 那么这个形态里面它就讲的更多 更多 比如说调 我们面调 粉调 卷 卷类 根类 洞类 啊 周类 范类 啊 这都是它的一个形态 啊 这是它的一个形态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后学习当中 在学习品种的时候首先要明白的一个概念 这个品种它是由什么面团来制作的 因为不同的面团 在调制这个面团的时候就要掌握它的技术要点 第一个叫冷水面团 也就是说这个面粉加冷水 那么冷水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自然温度的水 比如说不超过就是在20度左右 啊 那么冬天呢 可能就10度左右 啊 我们自然温度现在 今天呢是7度左右 啊 那么就这样加水 所以它叫冷水面团 那么相对的呢 加烫面 烫面 就是要加热水 或者说开水 也就是说80度 或者说100度 那么这个水加进去过后 我们面粉的淀粉会浮化 它的面筋呢 也会熟 好 这个面团它最后调制出来 是靠粘性成团 而我们冷水面团呢 是靠它的精力而成团 它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发面 有种面粉加水 那么还要加一点酵母 我们在传统的概念 它是加老面 那么加了以后呢 再揉成团 再放置一段时间 这个呢就是根据 经营的情况 或者说 操作的具体情况 那么 来掌握这个时间 掌握时间 比如说现在我们教学呢 那么基本上就控制在 40分钟以内 或者说 30分钟以内 不然这个 课的话就是 等待的时间太长 那么在外面 经营的人 它就往往就根据 我们早上 七点 开始卖咋餐 那么这个面 至少六点钟 比较发好 或者说五点半 比较发好 这是它的一个概念 它的一个概念 发面 另外是油酥面团 油酥面粉 加油 这个油呢 里面 现在这个科技的 传统呢 就是只有猪油 猪油因为它是固态的 那现在呢 就专门有一种 叫起酥油 这种呢 它的效果更好 另外米粉面团 面条 和其他面团 其他面团 比如土豆啊 南瓜啊 薯 红薯啊 这一轮 好 我们来看这个分类里面来讲 因为我们讲了有 按照口味来分类 按照形态来分类 按照烹制方法来分类 有多种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按照这个 第一个 按照这个 它的成熟方法来进行分类 那么 其中也讲了 外类 外类的啊 我们主要讲这个方法 蒸 那么对于蒸这个方法来讲 这个 这是我们四川传品的 它叫珍珠原子 珍珠原子 表面的这个糯米蒸的发量 好像就珍珠一样 啊 这个它是加点枸杞 加点葱 这个说明呢 它是这里边是包的 是肉馅的 咸味的啊 它是蒸 蒸出来了 那么这个大家一看出来 就是我们四川 或者说中国都有的 馒头 它是发面 蒸 把它蒸出来 那么这个呢 它也是把它蒸出来了 这个呢 是豆腐皮 豆腐皮包馅 把它蒸出来 啊 第二个是猪 啊 但猪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 主要是按照 有的呢 是米类的 有些呢 是猪 但我们在配置图片的时候 就 跟大家讲 我们从这个 这个大家看有菊花 是吧 那么 这个呢 它就是云南的这个米线 啊 它叫砂锅米线啊 它是所有的原料 要烫 把它煮 再用热汤把它煮熟 但是它不加热 你用这个汤的热度 就把它煮烫熟了 这个是焯熟 那么这个焯熟 那么这个焯熟大家看 它我们呢 就是川菜的这个做法 当然我们川菜也有 清汤的焯熟 清汤的 有鸡汤的 也有 但我选择的是这个红汤的 看去加了红油 加一点芝麻 还有葱 啊 这个焯熟 好 这个 这个呢 那大家可能就 大家看了之后 看就是我们 加豆腐了 你看这个是豆花 啊 加了酥肉 啊 就是原子 加了葱 加了香菜 啊 调制出了红味 啊 这个 就是粽子 啊 粽子 你看这里边 它 显示出这个是 腊肉 里边包的是腊肉 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 它可以包大黄 或者包 植物性的 包红豆也可以 啊 包豌豆也可以 啊 这个若比呢 是在四周 啊 而最下面这个绿色呢 就是包裹它的叶 叶子 实际上它是一个三个锥 一 二 三 上面是顶点 啊 三个锥就行了 那么另外组呢 还有 这个 大家看这个图 那么这个呢 它就要 比 酸辣粉 啊 这个酸辣粉 这是粉 啊 酸辣粉 啊 当然它有一点粉蒸肉 啊 还加了其他的一些原料 啊 比较丰富 简单的呢 就只有调料和粉 啊 最下面这个就是煮的 这是面条 啊 这个面条 大家看这个 它是 不一样的 它是炸酱面 这个 馅是要加酱 炒制出来的 是炸酱面 啊 这是煮 啊 另外 我们讲炸 炸呢 就是 我们锅里面用油 啊 要烧油 把原 就是 包成形的品种呢 在 油锅里面炸酥 啊 有的呢 是炸上色 啊 这个是 糖葫芦 啊 它是面团 面粉做的 有的糖葫芦呢 它是加了其他原料 把它包裹起来 再炸 炸了就是加糖 撒芝麻 糖葫 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土豆饼 啊 土豆饼 啊 那么这个它是土豆 把它 变融 变融以后呢 蒸酥 蒸酥以后变融 变融以后 加糖原本 那么再包成形 表面粘 面包汤 啊 这样 再下锅炸 这个呢 这个就是麻园 它是我们的米粉制作的 啊 用汤原粉 啊 把它包成球状 表面呢 再蘸芝麻 再下锅炸 啊 那么具体的其他的一些方法 那么我们来看 啊 这个分类里面还有很多啊 这个呢 它是啊 用玉米 就是炸粮 啊 做了窝窝头 啊 窝窝头 它是蒸出来的啊 这是 我们要了解的这个 这个是沙麦 这个沙麦呢 那么它也是人水面团 咱们 再包馅 再上面蒸 啊 蒸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水饺 啊 水饺 那么它也是人水面团 烤馅 下锅煮 啊 这个呢 我们是蛋糕类 蛋糕类呢 就是 用 鸡蛋 糖 面粉 啊 把它做出来 这个呢 是烤箱烤出来的 这是烤箱 烤箱烤 它才是这个色 而中间 你看这里面 它是粉色 而这个是蒸角类 蒸出来的 啊 蒸角类 它是用 烤水面团 或者说浮水面团 那么 湯面以后呢 再擀皮 再包馅 再上去蒸 啊 好 我们看这 按照分钟言 这个是米粉做的 啊 汤圆 这个汤圆呢 它是加了这个 汤 加了一些葱 再咸鲜味的 这个是蛋糕 好 这个蛋糕呢 它是蒸 高类 啊 蒸出来的 好像加了红杂 加了枸杞 啊 这个呢 是锅贴 加了蒸 啊 这个呢 它是用面粉 啊 人水面粉 啊 包馅 再锅贴出来 而这个呢 是煎饼 煎饼 啊 好 如果我们了解了它的分类以后 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种啊 啊 我们中国发展到每个省 每个市 它都有它的 名小吃 或者说名特 产品啊 啊 那么这个地方 加 在中国传统到现在有代表性的 啊 传统的概念 它分为苏式 啊 广式 苏式 金式 三大类 啊 三大类 那么广式呢代表了 珠江流域 或者说南部沿海地区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 在中国的地方它叫 岭南 岭南 那么就包括 广东 广西 海南 香港 澳门 它就包括这几个地方 那么苏式呢 就代表长江中下游 长江中下游 就代表了 啊 江式 江苏 浙是浙江 或是上海 啊 上海是这一代 啊 这一代菜吃 小吃 金式是白发 啊 主要是我们中国 在后期 明清 原明清帝都 就是在 白金 所以说白金它现在 在小吃它 它是作为一个代表 但是现在白发呢 有很多省市 啊 比如山东 河南 啊 啊 还有这个 陕西 啊 福北 天津 还有东北 还有山省 它们都有自己的 这个特色 啊 都有特色 另外我们提到 川石 就是西南 以四川为代表 啊 但是我们四川的这个 它是后期发展起来的 发展起来的 那么这个 我们配的这个图 那么这个 你看 现在的发展 把这个融树面 做成一个 鸡的形象 啊 这个呢 通过把它做成 香蕉的形象 好 那么我们具体的了解 广式 那么广式典型呢 它的发展 有它的一个 背景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他们作为广东呢 有一个比较炎热 所以说 在天气热的时候 那么他们主要是 白天休息 晚上 活动 做烧马 所以说他们就慢慢的 就是晚上做 做到早上的时候呢 就吃早茶 大家应该听说过 广东的早茶 原因就这么形成的 那么所以说 现在我们这个 空调的使用 或者说我们 全部统一上班 他们还是保留了 早茶的一个习惯 早茶的习惯 那么 对于早茶呢 就推动了它 点心的发展 推动了点心的发展 那么 它讲究点心的形态 八四 使用糖 油 蛋 那么这个是传统 对它的解释 那么 对糖 对油 对蛋 它相对用的比例偏大一些 因为过去呢 我们人的温饱 都存在简决的问题 所以它在这方面 比较偏重点 那么 第一个图呢 就是它过种粥 各种粥 像粥我们每天早上都喝 所以说我们要保养我们的胃 保养我们的身体 要多喝粥 多喝粥 那么这有各种不同的瑕疵 这个呢 这个呢是它著名的虾甲 这个是它叉叉棒 这个是它指鼠棒 啊 指鼠甲轮 舒适 那么对于舒适来讲呢 那么它是作为 啊 我们 江苏 实际上江苏 我们学菜式的时候有点 那么传统呢 它叫淮阳菜 啊 而 在历史来讲 它的发展 它有它的一个 苏汉大运火 它是一个交通干道商 所以它得到一个发展 所以在广东呢 是早朝 那么在江浙一带呢 它最著名当时的发展 推动是船点 比如说它们很多饮食 就在船上面进行的 啊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 第一个图 这个是叫生煎包 啊 它是煎的包子啊 里面有肉 然后外面撒一点 和芝麻和葱 另外这个呢 是灌汤包 灌汤包呢 我没有了解 它是将 在含胶质比较重的 也就是胶原蛋白比较重的 就是猪皮 或者猪蹄 那么炖 炖一个汤 在温度降低 它就凝固成固态 然后固态在包在这里面 而这个皮呢 它是要用烫面 烫面烫的 烫面烫好 就是把它包在里面 把它绷紧 再上蒸 啊 蒸 啊 蒸的时候 这个汤 它就是 需要一个吸管 插进去 和汤 都是在吃片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它传点 做公益性的 啊 那么这个公益性来讲 那么在我们山西的这个 面树 啊 在面树现在 很多地方都在推广 啊 所以说做成花粮啊 啊 做成人物 在我们这个面树里面 它有的更多一些啊 更多一些啊 啊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它基本的一些品种啊 啊 这糕类 团类啊 啊 饼类啊 啊 这个呢 是 它的 扬州茶饭 扬州茶饭 是比较出名的啊 它里面加了多种原料啊 炒制出来的 另外金饰 金饰在我们刚才讲的 主要以白金为主 那么 它所擅长的是擅长面饰 啊 肉馅多 一般来用水打些 啊 也就是说这个馅里面的水分 比较多一点 啊 轩鲜而香 柔软松嫩 那么第一个我们就看它这个啊 啊 这个是它的这个 啊 这个是它的这个 摊的饼啊 煎的饼啊 叫卷 卷饼 在三个世纪讲话时代 我们就大冲卷饼 而这个被 最后我们中国有 有一个学生啊 就到美国创业 就专门卖这个煎饼 啊 卖煎饼 那么这个是 天经那个 狗布里包子 啊 这个也是比较出名的 啊 白方的包子 另外这个是它用的这个 锅盔 啊 白方的饼饼啊 啊 这个是它的耕炭 好 一些小吃 啊 这个是天津的麻花 啊 天津 它是烤制出来的 而我们这些地方吃的麻花呢 是油炸出来的啊 啊 它有一定的区别啊 啊 好 我们来看四川 那么作为我们四川来讲 现在的发展 还有很多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累了很多啊 啊 比如说 有专门以小吃来开店的 比如说祥和祥小吃 它里面就有很多 啊 另外 以单对一个品种来命名店的 或者说做的口味 叫藤椒操手 啊 藤椒操手 啊 我们比如在我们乐山来讲 比如说马鞭操手 啊 还有呢 有的地方就 哎 我的操手要特殊一点 叫大操手 大操手是什么 它的下饰的心理 比别人要多一点 它就 为了它 变成它的销售 它就叫大操手 那凉粉 波波鸡 汤圆 啊 龙操手 这个龙操手呢 是成都的啊 成都现在的龙操手 它是一个餐饮公司 啊 以龙操手来名 啊 餐饮公司 啊 它开了很多店 棕水饺 也是成都的 传统的啊 棕水饺 啊 肥肠粉 就是粉类 刚才我们看到 一个酸辣粉 肥肠粉呢 它的 主料啊 就是用的肠类 但是这个肠呢 所以说现在这个饮食的一个发展 我们对饮食来有一定的改变啊 啊 肥肠难可能 慢慢的可以淘汰啊 但是这个口味呢 还是有它的需求者 淡淡面 啊 淡淡面也是我们四川的一个小吃 啊 宜宾燃面 是宜宾的啊 那么米粉 啊 泡花 猪耳包 梅花奖 架 五香膏 啊 三大泡 三大泡 是我们成都的啊 成都的三大泡 川面凉粉 是南葱的啊 那么川面凉粉也是做成了一个餐饮公司来经营的 奶糖面 炖鸡面 这就是面条味 啊 酥饼啊 紫铜酥饼 还有白 白橙汤啊 啊 这个蛋卷啊 啊 炒蛋 蜜芥 胡思糖 脆糖 蜜芥 啊 炸炸面 冰粉 那么在乐山来讲这个冰粉啊 现在 发展的比较好 那么现在全国国底到夏天的时候都在吃冰粉 啊 冰粉呢 现在发展的比较多 啊 比较多 梁虾 梁虾它也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叫虾 实际上它做出来的这个梁钢的形式来做的是比较小一点 啊 就叫虾类 豆腐了 刚刚我们看了啊 它是豆花 加 一些调料 做出来的 啊 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图 就配了很多小吃 我们都在有烧卡 烤之类 啊 这有豆腐了 还有一些小吃 啊 好 我们来看它这个 面类小吃啊 它这个 在具体的理论上面来讲 还有第一个是成形 就如何把它包成一个形态 啊 这是我们以后在学习当中要不断的训练的啊 啊 它是面胚 加馅量 按照要求 借助不同的手法 或者做工具 把它包成一个形态 那么我们看这个图 啊 比如说我们包成鸡 那么这个面条包馅以后来 就要捏成鸡的形态 啊 捏成鸡的形态 但外面的这个书层还不能把它影响啊 啊 这个 它是要编成啊 啊 这种 形态啊 啊 修求形态 那么 成形它主要的这四大步骤 搓条 啊 后面有涂色 把面条变小 搓条 搓条也是一个技术 下肌啊 把它切 或者手下肌 纸皮啊 有机器纸皮 有手感 这皮 上下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看 这个 我们配的是熊猫 那么四川呢 啊 就 就产这个熊猫 它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啊 啊 那在 面食啊 有的时候 到国外比赛也好 到 其他地方比赛 它就做这样的图案 造型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实际上它做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 酵乳 加水啊 啊 再和面本 流成团啊 变成发酵面 你看 有很多蜂窝也 那么再下肌 再鸭皮 把它改圆 这是再包馅 这个是蛋黄馅 把它包上 包上 你看这个包 它当然这个套事给大家示范啊 它包的包子 现在不是很好的 来 把它翻过来 大家看 它的这个 要完整的 这是包型 好 第二个 你看 这个面团 面团 揉好了 我们把它压面 再包一切 切成条 把它拉伸 拉伸以后 变圆 好 放 三个 三个 把它做成这个形状 再加 好 加好 这样再上面蒸 蒸出来 再到它的侧面 就变成这样的 这是它的一个造型 那么 锅贴 那么锅贴来讲呢 它是面粉加水 揉 这个我们叫雪花状 雪花状 说明水可以了 那么这是在揉 揉成团 你看这个空洞要少 揉成团以后 再用刀切 搓条 再下劲 再包 另外成型的方法 在我们穿链小吃 或者说在中国小吃里面 它有很多 有搓 有切 有卷 有包 有链 有杆 有碳 有身 有铃 有碱 有剪 有滚 有滚 有脊 有等等 那么这个我们配偶图 是一个比赛用的一个书 它做的是一个活化的形态 好 我们看这个是馒头 都是花卷 这个是做的是天鹅 它是比较黑一点 这个做的是一个 瓷尾的一个概念 好 那么 在典型的这个是有拉面 这个叫南粥拉面 它的面寻好 寻好 寻好以后呢 那么客人吃二两还是三两 把面捞起出来 再拉伸拉伸拉伸 就变成这种细体小壮 就下锅 好 另外在山西呢 它这个刀削面 它是面 面团揉好 跟拉面一样的 揉好 揉好以后呢 刀削面要硬一点 好 它是用刀削 手脱着面团用刀削 削出条状 好 它是这样的成型 它是削的方式 而这个呢 这个是陕西 山西他们都有这个 叫生面 白筋也有 它叫熔须面 它是面团揉好以后 或前面差不多 揉好以后 就在面团拉伸 再拉伸 再叠回来 再拉伸 最后拉伸 细入法司 这个它代表也行 代表也行 代表也行 好 我们来看成熟 刚才我们讲到 它的分类有成熟的类型 那么成熟类型来讲 那么 在这个成熟当中啊 利用加热的方式 让品种具有色 香味 形 质 那么这个色香味 实际上是在传统的概念 是作为我们品种的 一个 品牌标准 它的色彻 它的要求没有 香味 若 口味 若 形态 是否逼真 质感 是否符合品种的要求 好 那么这个我们配的图 这个呢 是做的 莲若书 这个做的是 暴雨书 这个是天我 就是形态 要做好 但它是炸的 好 那么 这个呢 是蛋糕做的这个 冰淇淋的形式 这个是波士油的 但这个品种呢 现在 基本上 没用了 因为它主要是油脂偏大的 油脂太多 好 我们来看 不同的方法 来做这个 煮 那么煮呢 就是用锅加水 国家水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这个是 注意安全 但有的时候 煮的长时间 我们就要保持这个水 一定要有 这是我们要建立起来的 那么第一个 这个是煮的种子 做种子来讲 以后我们具体学的时候 我们要讲它的方法 讲它的方法 该怎么煮 才能达到 根据我们什么时间销售 什么时候做 那么掌握它的口感 第二个是豆花 豆花也是煮出来的 当然做豆花来讲 现在很多时候都是 卖豆腐的方法 做好 但是传统的厨师 是要做豆花的 但是我们在宾馆酒店做的 它是用蒸弄蒸 把它蒸好 放在盆里面的蒸 让它更稳定 但实际上是煮出来 它的汤圆是煮出来的 这个是皮蛋瘦的粥 粥类 它是煮出来的 另外蒸 我们在现实当中 蒸 蒸来讲 那么这个图呢 你看 要传统的 它是用柱子蒸笼 你看它好像不为蒸 被现在的这种好的蒸笼 或者说不朽刚到 女子的蒸笼所取代了 那么对蒸来讲 我们要讲这个方法 主要是蒸气 蒸气 那么有两种 一种是锅里面消息开水 自然产生蒸气 还有就是蒸柜 那么在宾馆酒店里面 它也叫蒸柜 但是它是通过管道蒸气 来蒸 那么在蒸来讲 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需要 火大 蒸气柱 蒸火蒸 蒸 就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是花果 这个是馒头 这个是包子 这个包子 包子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成形 这个条纹 包子 你看这个馅儿 它是荤素馅儿 荤素馅儿 这个也是蒸出来了 蒸出来的 那么这个出来就很多了 这个是虾甲 这个是波甲 这个是四锡甲 这个是四锡甲 过种色 这个是叉烧刀 它是蒸出来 这个是瘦塔 这个是珍珠原子 蒸出来的 另外是杂 杂就是对油分要掌握好 所以说在现在呢 我们通过这个新冠肺炎 大家看到这个是测温腔 而我们厨师呢 就刚好 可以测油温 那么这个 在油锅炸出来 它是两个形态 这个上面是油条 我们这个豆浆 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在有 对于它的历史 我们就会再给它讲 这个呢是油炸的 实际上我们有的叫瓷霸 有的叫米糕 那么这个呢是炸出来了 是松鼠 这个炸的是萝卜 这个是它的骨头 这个是做的鲸鱼 煎 煎呢在现实上它用的方法也比较多 这个它是卷饼的形式 这个呢是煎的臭豆腐 臭豆腐 那么在中国的饮食当中呢 就是把这个豆腐呢进行 把它通过发酱 起煤 产生一定的气味 这样再来炸 这个呢就是说 文作是臭 实际上是香 但是在现实当中 我们如何把握这个技术 它是需要难度的 一定难度 这个是煎的煎的包子味 这个也是煎的这个土豆饼 土豆饼 煎好又把它切成这种形态 土豆饼 这个是煎的饺子 这个饺子捏的是麦慧型 我们中国叫麦慧型 烘烤 那么实际上在现实当中 它实际上有烘的 有烤的 点心的这个烘烤 我们要看新疆 新疆有烂 它做了面试做的 有的很大 因为新疆它这个自然条件 它没办法做的比较大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的 这个烘炉 这个做好以后呢 再放在里面烘 它就发泡 好 其一定的这种金黄色的 就可以了 这个是烤 这下面有钢毯 烤熟 这个也是烤的面筋 这个不是我们的火腿上 这个是面筋 这上面有 你看有其他动用原料 这个也是烤炉 烤炉 另外是烤 就把原料放在上面烤 它和煎呢 有一点区别 煎呢有油 表白一点 而这个呢 它下面基本上没有油 这个油很少 就用这个锅的热度把它挪出来 把它制熟 那么炒 炒呢就是煮熟的面条 加原料进行炒出来 炒出来 就是这个面条和煮熟 那样的 而这个炒饭 这个是十斤炒饭 叫那么卡拉扬 扬州炒 这个是炒的米线 炒出来 米线炒熟 米线以后先煮熟 煮熟以后 那样的再炒 这是这个 穿点这个小吃 我们自己讲 我们通过了解这个小吃 那么我们的目的呢 是让大家爱上小吃 那么我们从学习的角度来 让我们学习小吃 最后呢 让小吃改变生活 那么我们掌握这个小吃技术呢 就改变我们的人生 这样呢 我们以后呢 在这个专业上呢 得到更好的发展 对我们这个小吃的发展呢 起到一个推动作用 好 谢谢大家 就讲到这里 有点好 有些人 有一点好 有些人 有点好 有些人 有一点好 有点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